杨振宁究竟有多厉害呢 看了纪录片杨振宁百年科学之路 再一次被深深的震撼了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被评价为 继爱因斯坦迪拉克之后 二十世纪物理学的卓越设计师 杨振宁在物理学上里程碑的贡献 短短几句话根本无法被概括 但是他评价自己最大的贡献 是帮助中国人克服了很多年 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 让我记忆深刻 杨振宁从小就展现了极高的学习天赋 长大后的他被西南连大录取就读物理系 又以优异的成绩赴美读书 还获得了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在1957年与李正道共同提出了 语称不守恒理论 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的获奖不仅是在完美的物理学对称世界 撕开了一个缺口 更是向世界展现了中国文化的光彩 在此后杨振宁在海外凭借自己的影响力 做演讲引进人才 设立奖金奖项 感染了一批热血青年 立下报国之念 以各种方式不遗余力的促进中国科学的进步 2004年81岁的杨振宁 在清华大学讲授普通物理 每次课前都会花上两个小时备课 直到现在他都以自己的力量 为中国科学培养人才做出贡献 杨振宁的一生经历丰富成就颇多 文字或许无法详尽的展示 但是纪录片杨振宁百年科学之路 定会有更多精彩内容 现在抖音已经同步独家上线 我们欢迎大家去收看